黄泽杰自己往里带 黄泽杰现在真的自信心很重 直接打门了 直接拦截了 看有没有机会给到小赵看看 漂亮 中场的两名队员是张连同跟汪允祥 还有汪兄浩 前面是小框 曼联跟曼城的 这个红方是曼联 这个蓝方是曼城 可以竞猜比分 猜队的前十位朋友 看看这叫射门 来自杨荣凯 稍微偏了一点 小框拿球 给到陈玉宁 陈玉宁最近的这段时间状态很好 进步很大 也是董老师认为的进步最大的队员 上一周 黄少蕾 看看这个黄子杰上来了 黄子杰下底 往中间来了一个鸡瓶球 这是有犯规 这是对汪兄浩的犯规 汪兄浩我怎么感觉 他倒地之后 自己并没有确认是这个 是不是犯规 吹了之后 他自己超级庆祝了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假摔的嫌疑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直 这是点球 这是点球 我认为是进去外的 这好红队 代表模拟曼联的红队 率先是利用点球 先入一球 1比0 再来 没事 上前 黄子杰大范围转移到后点 这球给的不错 看看这球能不能传起来 倒三角 大倒三角 可以 可以 这个对 可以小和 想法是有的 但是对脚法其实要求很高 这球得来一个小挫 要不这个球落地之后往前蹿 确实是很难拿到 这球又是给老大差一点点 往去后看门叫 直接是叫门 这个 确实是很有想法 那个是不看的 看看杨如凯下底 传起来 有机会 凯凯 是推的措施了一个滑跪的机会 这是马东梅的大脚 直接是开到了小毛的怀里 小毛大脚发动反击 小套拿球 扣一下 打门打在了马东梅的身上 还是小戴将球赶紧解围出边线 可以转了吧 机会可能转瞬即逝 还是叫到禁区 晃着雷 速度起来了 一对四 这一下还是被挡了一下 确实小邝起诉这一下太快了 开开直接一脚多球 这球给的非常漂亮 小戴 看是黄子杰补上来的速度真的很快 这个球传过去 其实脚法还是没掌握好 脚法是很好 还是没问题的 看这个内部的过点 看这球能不能传进来 打门 漂亮 这是张国晨 这是象棋大师 在右路的下敌 往中路给 张柏晨 这脚打得很巧 打一死脚 这样是红队2比0 小将曼联是2比0领先 这个超超很拼 看看又是红队的反击 这球没有越位 晃着雷 这个球是出界区了 应该是 来 回去 可以看一下回放 好像没打到手 确实好像没打到手 没事 没事 可能是踢到他脸上 现在有VR介入 这种球可以吗 跳起来 哇 还是很有想法 把针尖给 很危险 看老大再叫球传回来 哇 这球摘出来了 看漂亮啊 张林彤 这球没有越位 给他看看机会 我找到中路 这个错过了 黄泽杰自己往里带 哇 黄泽杰现在真的自信心很多 直接打门了 稍微骗了一点点啊 蓝队直接拦截了 看有没有机会 给到小赵 看看 哇 漂亮 哎呀 这脚太可惜了 直接是 打到了小毛的怀力 错过了这个铁树开花的好机会 这个小赵这脚传球 太有想象力了 这个脚后跟一磕 直接磕到了这个魏老二的脚下 看谁来罚 小袋 这是要求惩罚 因为人墙可能动得太早了 几个人不容易呢 三四个 四个好像 三个人先撑出来的 直接打了我 机会 又是魏老二啊 今天没有穿射门靴啊 因为今天他在中魏的位置 获得了两次特别好的机会啊 幸福来的太突然啊 两个机会都错过了 这个确实铁树开花呀 很难呀 就是魏子轩 上半场红队MVP 魏子轩 黄少蕾 哇 你想做一个二过三啊 可能 但是很可惜啊 这时候有些 小赵在干润下面又做好 看看红队的反击 飐 好 大飞 哇 这个铲球没有散下来 张伯辰自己进来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大梅 铁明队员的速度 也很快 这个ун垃圾 这球还没有出 还有坐一下大门 握 差了一点点 好多美 转过来了 握下去了 看看 自己往里切 但是碰到了顾伯宇 顾伯宇的身体比他还要猛 还是打身后这个没有阅位 安自 安自看看 这球机会漂亮 这是李佣安的金球 这要是3比0 李佣安也是很冷静 拿球 这球又是被黄泽杰预判到了 机会带入一球 这又是红队打一次漂亮的反击 这也是黄泽杰断球之后 直接是带下来 然后跟张伯晨 顾伯宇的一个配合 4比0了 这个比分还有猜对的吗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了 我这个花生跟红薯可能要省下了 当然要看后面这个蓝队的表现 高高的 飘飘的 小毛还是很勇猛 这球 漂亮的脚后跟 我这还没躲过去 躲的还是打了背上 但是你看这个就开的很好 这小球挺的漂亮 很可惜 不错 没有越位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又打在了小球的屁股上 4比0的话有开队的吗 那全场比赛结束 4比0 这个比分我感觉我的 我们的这些礼品顾巧能送出去了 哈哈哈 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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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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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